哈喽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伊波拉病毒这部电影 一天 男主角阿姬 正在跟他老大的老婆偷情 做羞羞脸的事 可裤子才刚脱 老大竟然就回来了 还把他抓个正着 气不扑的老大就先爆打他一顿 再拿出剪刀 要剪掉他的小GG 阿姬见状 愤怒的情绪就从内心喷发 平常一直被老大欺负 现在还想剪他小GG 哼 敢欺负我就要你好看 所以阿姬假装要剪自己小GG的 把剪刀骗来 再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把所有人全部送上天 之后阿姬为了逃避警方追捕 就躲到南非去生活 并进到一间中餐馆工作 这里的老板跟老板娘为了省钱 就不管他是杀人通缉犯的事情 让他到厨房当厨师 还押下他给他最少薪水 和超多的工作 时间也秀一下 十几年就过去了 这些日子里 阿姬过得非常辛苦 不仅钱少事多 还会被老板跟老板娘欺负 被外国人歧视 某方面也因此无法得到解脱 平常只能偷听 老板跟老板娘运动的声音 再拿块猪肉弄个洞 来做摇摆运动 某天 老板带着阿姬去买猪肉 可是卖家却歧视他们 开出来的价格贵得离谱 虽然老板还是买了 但他已经无法再忍受这种歧视 所以几天后 他就带阿姬去当地的原住民部落 购买便宜猪肉 只是一来 他们就看见部落正在举行奇怪的仪式 一堆人看起来半死不活地躺着 另一群人则是围着这些人 跳着诡异的舞蹈 不过这也不干他们的事嘛 可能就什么活动之类的 两人就赶紧找酋长 用超便宜价格买了两头猪回去 返回路上 阿姬因为皮靠驾驶 来不及闪避突然出现了大象 一不小心 车就撞到树袭货 旁边的老板就气得大骂他 搞什么东西 会不会开车哈 让阿姬有过不爽 决定不甩老板的 独自下车到周围闲晃 然后晃一晃 阿姬就注意到前方 有个来取水的原住民女子 不知为何走路摇摇晃晃 还突然就倒了下去 他便急忙上前查看 是怎么回事 而当他发现 对方好像神志不清 又无力抵抗时 他就撇了一眼周围 并在全人都没人后 决定先来坏坏一下 只是才坏到一半 女子竟全身抖动 还吐了他满点口水 吓得阿姬一个紧张 就捡起旁边石头 送女子升天 再假装没事的 赶紧冲回去找老板 一起开车闪人 回到餐馆后没多久 阿姬开始发烧全身无力 送菜时突然就倒了下去 老板便找了个医生来检查 还为了省钱 让医生开点便宜的药给阿姬 老板也顺便问医生 今天有去一个部落买猪 那边的人好像很生病的样子 阿姬会不会是被传染了 医生则说 他现在手上没有相关资料 不过能想办法帮忙查一下 查到了会再通知 晚上时 医生就把老板找来 说他调查后发现 那个原住民部落的人 是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初级症状像发烧 并发后72小时内 人体内的气候会慢慢溃烂 让人气狂流血而死 很可怕的 这病毒会透过提议 如口水 精液 血液等传染 甚至患者喝过的水 你碰到都可能被传染 根据资料显示 1000万人中会有一个人有抗体 燃病后 初期会发高烧但不会发病 退烧后就会成为带菌者 将病毒传播开来 建议老板赶快带老板娘跟阿姬 去医院检查一下 另一边 一直很讨厌阿姬的老板娘 看他病成这样 想说他应该死定了 也不想多花一分前提他治疗 就打算把他带去荒郊野外买掉 但他万万没想到 阿姬竟然就是这 千万分之一的特殊存在 所以当他转头去打电话 再转头回来时 阿姬就像完全没事一样的 站在他身后 而阿姬对于老板娘刚才的行为 加上长期以来的807啊 就忍无可忍地 打算送老板娘升天 曹文医生那回来的老板 就刚好听到老板娘的尖叫声 并赶紧重来救人 只是阿姬的凶狠残暴 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短短几分钟后 两人就都被阿姬送上天了 事后 阿姬好像在做菜一样 很享受地将两人尸体分解切碎 再把肉全部弄成绞肉 煮成汉堡排 创造了名为非洲汉堡包的料理 同时 他攜带的伊波拉病毒 也在制程中进到食物里去 不过他完全不晓得就是了 然后他就把这些汉堡包 全卖给来店里吃饭的客人 结果这些人 就全部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接着 因为送人升天的关系 南非已经不能再待了 再卫造了一本护照 连夜搭机跑路回国 并以事业有成的商人姿态 住进了豪华大饭店里 还找了几个女子 和他几座多人运动 随后阿姬就跑去找十几年前 感情很好的前女友小美 想要跟她复合 虽然小美现在结婚了 不过她的老公是个 会吃快乐药品的软烂男 阿姬就花一大笔钱打发她 让她同意跟小美离婚 而小美嘛 看阿姬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加上以前感情又很好 就答应跟她交往 于是阿姬又带着小美 和小美的女儿 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 阿姬体内的伊波拉病毒 也随着她的行动 到处传染给无辜老百姓 另一边 在南非吃过汉堡包的人 无一幸免全都发病了 大量患者 一下子就挤满了医院 警方受到消息后 也循现调查到了中餐馆 怀疑阿姬有问题 同时 之前和阿姬多人运动的女子 跟那些无辜老百姓 也相继发病 纷纷被送往医院急救 只是病毒太凶 根本救不了 总之院方查出这些人 是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就迅速通知警方 去寻找代言者 南非的警方也在此时联系上来 提供了相关资料 因此警方锁定了阿姬 也透过各种线索 很快就找到阿姬的位置 并将阿姬送人升天 以及是伊波拉病毒代言者的资料 全提供给媒体大幅报道 要民众多加注意 所以正在家看电视的小美 就知道了阿姬的真面目 并将阿姬繁琐在屋内 赶紧带着女儿逃跑 也很好运的 遇到了刚好来此抓人的警察 但阿姬也不是省油的灯 哪能允许其他人背叛自己 就天不怕地不怕地 从楼上跳下来 趁警察不注意时 抢走了小美的女儿 警察便安抚她别乱来 并说她是病毒代言者 不会对她怎样 还会带她去医院治疗 可阿姬知道自己有病毒后 反而状着体内病毒 越发嚣张起来 不停对警察吐口水 这时小美突然并发倒地抽搐 阿姬就趁机带着女儿逃跑 还沿路对路人吐口水 将病毒大肆传播 也在逃到一半时发现 手中的小女孩 竟已被她勒死了 警方则为了抓住她 加避免被感染 就用麻醉枪冲远处攻击 可阿姬很屌啊 马上拿刀把重枪的肉给切掉 继续逃亡 有个警察看她越来越疯狂 怕她害死更多人 就冲上前跟她打肉搏 并拿一旁路过的喷火枪 直接喷了阿姬一生火 痛苦的阿姬就到处乱跑 结果被路过的车子撞升天 事情就终于结束了 最后 卫生局派的大量人员 消毒阿姬经过的每个地方 不过他们不晓得 阿姬切下来的那块肉 刚好被一只小狗吃掉 然后小狗的主人正开心的 将嘴里食物和小狗一起分享 看完后我就在想 等等你还不要吃汉堡包啊